每到了雪季以及花季 荷欢山就塞爆 大量车潮不仅瘫痪了交通 也常常造成交通事故 公路总局计划从今年中秋节廉价开始 要实施交通管制 风下雪 每年雪季的荷欢山总是吸引大批游客上山 但大多数时间都是塞在路上 一堵就是六公里长 今年荷欢山高山杜鹃开得满山遍野 也同样吸引赏花人朝上山 台十四甲线从翠峰到荷欢山 宛如成了大型停车场 交通部公路局计划从今年中秋廉价实施交通管制 每天上午开放800人次 但眼看距离中秋廉价就只剩一个月 就怕配套和宣导不足 执行时会争议不断 管制路段从台十四甲线18公里处到41公里 时间从早上6点到11点 除了住宿旅客 公共运输 游览车及公务车外 一律禁止进入 首当其冲的就是蔬果运输 这项措施也得到居民及接博业者的认同 认为这样能有效疏解交通压力 大的日子 假日就不要让车子上去 不会那么乱 而且不会发生危险 塞车塞怕了 这项政策得到大多数肯定 但怎么管 经常往返离山域清津的民间车辆 是否也在禁止之列 这些都需要公路局尽快提出方案 经过风景区旅游品质与居民权益 记者王秋彭万群南投报道